首先来看李嘉正的问题 他要请教老师是有关黑将军对我们 中华国金部的生堂有奉地效果 这是什么骨啊?老师,这是什么金骨? 蛤?金骨啦,你就看到金骨就好了 所以他还不用管他就对了 对啦,那个名字 对啦,我们不是专业的,我们去和他去和他 这种我们代价叫做茶骨 就是说他那个石 这有一个应该是这种什么 这种有一点啊,金骨有一种是绿色的 一种是这个,有一种是那个 有的说是铁金骨那种,茶色茶色 大概是这个样子 还有一种是叫做葛珠西金骨 这个名字应该是叫做葛珠西金骨 那么这个东西还是中华葛金骨 这个大陆的公传 这个东西是这样 那么在台湾我们看起来应该它是比较正 它介于铁金骨上面有点点点点 有的铁金骨叫做茶骨 其实没有什么骨 它都是鞘翅木的一个害虫 那么我们黑将菌 对鞘翅木的成虫是没有用的 我们是就是不是就是 这个没办法给你骗 所以这个东西 但是它对这个幼虫是有效的 比如说我给它噴下去 我给它噴下去 用在这个土下边 或者说它去遇到我们的黑将军 它就会死掉 这个效果还不错 这是说成虫是没有效的 你知道这样就好了 这个是对成虫没有效 包括很多这个幼虫也是同样 所以一般来说就是 它对鞘翅木 比如说黑骨子 如果是黑骨子 黑骨子子会危害 黑骨子也会危害 它很厉害 金骨也是这样 一般通常是 这个含材物的同样 都是做钱 它这时都闭着 暗时较出来 所以你可能可以用 这个点电飞 做成虫 可以用一个水 水里面用这个 洗碗精 让它背来 把成虫 放在水底 这大概是这样 有一个捏成虫的方式 如果土下你可以 用一些这种东西 这个黑将军 它对到这个幼虫 只对幼虫有效 所以这一般来说是这样 其实这个幼虫 有的说 如果幼虫 我就定基卡 帮幼虫的铁肉 把它摔摔 就好了 特别在用 这个幼虫 这也是对 所以 但是你如果不想用農幼 你就是用黑将军 但是它对成虫 是没有效的 这个东西 有的说 阿伯 你说效果不太好 就好了 不要说不好 这就不好 你要怎么说效果不太好 其实是不好 这个会有一定的压力 这有好朋友 先做一个参考 嗯 我都不会打算 你什么时候 穿一跶 你那些刀